你可能不會抓蝴蝶 不要緊 我抓給你 你可能不會認蝴蝶 不要緊 我叫你認 一天認不會 認兩天 今年認不會 明年再認 當他在蚊帳裡面抓起這蝴蝶 寫上這個標記的時候 然後他的手伸出蚊帳 把蝴蝶放出去 蝴蝶再回到大自然裡面 那種心境的一個感覺 其實對志工來講 他是一種非常好的 自然融合的一種方式 蝴蝶已經被當成一種 環境監測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的種類 他的數量 其實可以反映 這個地區的環境的變化 是真正的 很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